标题 我后悔了 引言 有时候 人们会在生活中犯错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选择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是一段令我深感后悔的时光 第一段 犯错的原因 描述我做出错误选择的情况 说明当时的心情和考虑 举例说明 可能是因为冲动 贪玩 不经思考等 第二段 后悔的体验 描述在意识到自己犯错后的感受 以及后悔的心情 举例说明 内心的焦虑 懊悔 对自己的责备和自责 第三段 反思与成长 谈论后悔的经历给自己带来的反思和成长 举例说明 通过反思 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 学会了更加谨慎和理性地面对问题 结尾 总结全文 强调通过后悔的经历 我学到了很多 懂得了成长和改变 未来 我将更加珍惜每一个选择 避免重蹈覆辙 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前行 标题 我后悔了 引言 人生中 我们都会有后悔的时刻 我也曾有一次令我深感后悔的经历 第一段 犯错的原因 那是一个周末 我和一群朋友一起去游乐园玩 在游玩的过程中 我被一款新的游乐项目吸引住了 但我却没有考虑清楚 冲动地选择了玩 我并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 结果玩的时候没有掌握好平衡 摔了一跤 脚受了伤 第二段 后悔的体验 当我坐在一旁抱着受伤的脚 看着朋友们开心地玩耍时 我感到了一阵强烈的后悔 我后悔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选择 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安全 我感到内心很焦虑 懊悔自己的冲动和轻率 第三段 反思与成长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反思了自己的行为 我意识到了冲动和贪玩的后果 学会了更加谨慎和理性地面对问题 我决定从这次经历中吸取教训 不再轻率行事 注重安全和责任 结尾 通过这次后悔的经历 我学到了很多 我明白了选择的重要性 也意识到了行动的后果 未来 我会更加珍惜每一个选择 避免重蹈覆辙 朝着更好的方向努力前行